好的 我們現在來到了 Olimo League 冬季 冬季賽的 冬季決賽資格賽A組第一場 循環賽第一場的對戰組合是由Fantasy對上ROG TVZ的對決 第一張地圖是來到凱羅斯交會點 在地圖左上方 紅色的蟲族選手是Gin Air Greenwin的ROG 在地圖右下方藍色的人類選手 是P1戰隊的Fantasy 好 那相信大家 今天討論度極高的應該就是 Alpha Star 對 那這場的話 我們這個話題等一下可以繼續討 在這場Fantasy開場就先選擇了野兵營 不過這個野兵營看起來應該只是野死神而已 只放一個兵營然後 家裡是有開瓦斯的 對 那我們這個話題回到Alpha Star這邊的話 它就是 這個東西其實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梗就埋下去了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不是 就是 Deepmine那個團隊 他們是Google的 Deepmine的團隊他們就寫了一個叫Alpha Go 那個Go是 是那個 席的意思 下棋的棋 那個是 那個念Go 然後 那個時候Alpha Go就擊敗了世界各圍棋的高手 然後他們那時候就揚言說想要挑戰新海森巴爾 然後 對那個時候大家都說不可能不可能 但是其實我們講的不可能是 因為Deepmine團隊他們強調是說他們要用人工智慧來打 絕對不會仰賴操作 這邊我們先回到 比賽 Fantasy的野死神 第一時間直接跳進了 ROG的主況 不過ROG這一邊的異化蟲是及時出來了 我們狗蓋了一個碉堡 有這個碉堡在的話 對 異化蟲就沒有辦法搶 搶上 然後死神這邊還是可以 可以持續的進出碉堡 給ROG壓力 那這邊 Fantasy這邊放碉堡這個動作 反而讓ROG這邊多爆了一些的異化蟲 這邊總共出了10隻 比平常他要多了6到4隻左右 Fantasy這邊後續則是 死神開曠之後呢 放下軍工廠 軍工廠是自己掛 掛反應爐 然後Fantasy家裡直接選擇三開 這邊看到的是 Fantasy直接把 第二個跟第三個軍工廠 直接放在自家的主框內側 這邊由於有三隻工兵是來不及回來的 所以 Fantasy果斷放陣 阿 弱伶 這個翼乎是反壓 是換掉了4隻宫兵 jac Rogue在家裡則是把 二三瓦補開了 並且放下蟑螂繁殖場 那目前雙框 第三個基地正在 正在建 不過Rogue這個時候後續又再接了八隻的異化手 那二本已經開始提升了 所以這邊來看一下Rogue等一下是不是要打一個 蟑螂Rush 這邊感覺Rogue現在是先把異化蟲先 數量先拉起來 然後Fantasy的部隊出門的時候異化蟲就會傳到Fantasy家裡 喔不過這邊 果然Rogue已經開始爆大量蟑螂了 Rogue這邊是工兵停在42隻現在已經開始大量了再出蟑螂 Fantasy這裡 連放兩個補給站在門口封門 Rogue這邊應該是有判斷到Fantasy的 兩台火車的時間晚了 晚了非常多 所以這邊 剛異化蟲上斜坡應該是有看到山基地吧 有有 異化蟲上斜坡是有看到山基地的 所以這邊是覺得Fantasy打得太偷了 所以想要用 蟑螂反對給他一點 Fantasy這邊的 飛彈車是出來了 這邊有飛彈車的情況底下 但是 Rogue這邊的 蟑螂數量有點多 而且加上Fantasy的 飛彈車技能是還沒有提完 在這一次最近的改版當中 飛彈車技能的提升被 整個大幅的延後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進攻來講 Fantasy這邊 應該是沒有辦法解決這些蟑螂 喔不過坦克出來囉 哎唷坦克出來的情況下 好 這邊 Fantasy不斷把部隊往後撤喔 不過後面還是 哇這個坦克架在一起被酸死T 直接砸掉的情況 以下Fantasy打出了 GG Rogue非常快速的拿下第一局的勝利1比0的領先 Rogue這場 示範如何懲罰 打太頭的人類 Rogue 剛剛 剛剛剛剛已經變新鬼了 所以沒辦法再 我們現在回到Fantasy對Rogue的第二回合戰 丟起飆錯了 是Rogue零先 第二張地圖是來到國王海灣 這個是這一個賽季多出來的新圖 在地圖右下方紅色蟲族選手是Jr.GreenWin的Rogue 地圖左上方藍色人類選手則是P1的Fantasy 這樣地圖我自己實際打是覺得 中間的這個地方真的是有點 有點討人厭 所以今天如果充足選手的話應該會盡快的把這個石頭打掉 當然前提是如果有意願要往後期打的話 這場Fantasy果斷選擇了裸霜 在這張圖裸霜我覺得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這張圖自己打起來感覺它不算是很大 不過它的中央地形是真的還蠻崎嶇的 各種玩弱 在Rogue這邊則是選擇 17滴 狗磁開 看一下這邊 Rogue它有做一個細節喔 兩隻王蟲飄的方向單純就是要抓Fantasy死神的守衛 然後自己的翼化蟲要繞開 繞開那隻死神 不過這邊看起來 翼化蟲到的時候二況也好 看一下死神來不來得及出來 而且就算死神出來要打掉6隻翼化蟲還需要一點時間 這翼化蟲還特別繞了一下喔 這翼化蟲還特別繞了一下喔 欸 欸 哇這邊 Rogue以為Fantasy的死神沒有出門喔 結果沒有料到Fantasy竟然是裸霜 Fantasy 上一場 野兵贏死神喔 感覺已經 然後三開 感覺很偷了 這場裸霜 來看一下裸霜會不會束三 快了 金礦快到了快到了 400喔 好 Fantasy是 他這個是完全 Gumio上升嗎 他一場打的B場頭 一場野兵贏 然後死神三開 第二場裸霜 死神速三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場 ROG會做什麼樣的應對喔 重點是ROG到現在可能還不知道 Fantasy已經束三了 ROG這邊只是也是穩穩的放下自己的山礦 之後開始裸弓兵 Fantasy這邊一樣 火車持續再續 並且把家裡的軍工廠數量補了起來 現在是可以補到三個 不過這邊 留一台做防守 這個 他是要跟後面兩台接出來變3-3 ROG這邊持續留在藏自己的翼化蟲 好 不過這場的話 這場來看Fantasy似乎已經開始要度過鋼的空創期 ROG這邊二本開始提 蟑螂繁殖場快要完成 然後後續又再變了大量的翼化蟲 ROG的弓兵是來到了50隻 Fantasy乾淨的把自己二礦下方的斜坡口先封起來 避免被穿孔 然後自己的火車就可以全部移到三礦處 Fantasy這邊繞了一波火車出去 試圖要去影響ROG的經濟 並且家裡已經開始在生產飛彈車 雙兵工廠放下去 打算雙升工坊 那在科技實驗室部分 目前正在提的是火車的燃火 以及飛彈車的 最重甲的傷害 ROG這波異化蟲包上去 Fantasy的火車沒有燒得很好 造成的擴散傷害不夠嚴重 那現在雙兵工廠完成 應該是直接提升雙升工坊 Fantasy大量的火車來到前線 先清一下重胎 ROG這邊兼草王重被飛彈車打掉 所以這邊ROG已經知道Fantasy接下來要打什麼 來看一下ROG這邊是打算用什麼樣的解法 目前ROG是蟑螂持續在慘 然後雙升工坊 工的部分提的是遠程的攻擊 並且已經開始提升盾地 我覺得用盾地來對飛彈車是一個好的選擇 因為埋地移動的蟑螂不斷可以移動到飛彈車後方去做包圍 那如果說被鎖定的時候對方沒有第一時間丟掃描 你被鎖定的時候 盾地再站起來可以直接把鎖定給斷掉 ROG這邊開一下自己的實況 但是雙方攻兵術是不相上下的 Fantasy68隻 ROG67隻 Fantasy還有礦羅的幫忙 並且Fantasy這邊4基地已經放下去了 這場果然ROG直接選擇埋地移動 然後ROG這邊利用一個火車跟飛彈車到他家的時候呢 穿了大量的蟑螂來到Fantasy的家裡 那其實這個舉動我覺得是非常聰明 用人類的產兵來分析的話 人類假設5個軍工廠 3個掛科技 2個掛反應儀 就會變成一次只能有3台飛彈車出來 但是當你大量的蟑螂直接擠進去的時候 3台飛彈車根本沒有空間可以操作 就會完全被夾在家裡 那這種情況下的話 就會逼迫Fantasy要把正面的飛彈車拉回來做救援 所以目前可以看到的是 這裡ROG穿著這一波蟑螂的成效 目前看起來不錯 而且威脅幣沒有完全解除 還有部分的蟑螂都還健戰 剛剛就看到二礦的部分被鎖定的蟑螂直接盾地 哇 Fantasy完全被這一波繞蟑螂打崩啦 可以看到雙方人口落差已經來到快要100人口了 ROG這個蟑螂穿進來 真的是打得Fantasy一個生活無法治理 而且飛彈車的鎖定 只要一被盾地給中斷之後 飛彈車的通常攻擊是不會 不會受到飛彈車的科技也受提升的 也就是說 今天ROG提了這個盾地的科技 會逼迫Fantasy每次在甩蟑螂群的時候 都一定要丟一把掃描 要不然就是一定要帶增影單位 這邊 哇 這個ROG這個包夾包得非常漂亮 而且大量的蟑螂直接頂過去 雙方人口落差來到100人口 這邊Fantasy要怎麼守住這一波 這這麼大量的蟑螂 而且Fantasy後續是直接還是在出飛彈車的情況底下 直接打出啾啾 ROG以2比0直落而成績 擊敗了Fantasy 直接拿下來第一個 B3的對戰組合